大家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台 其實造型非常可愛 那我相信在原廠發表的時候 相信應該國內不少消費者 對這台車都屈之若霧 這台車並不是台灣福斯汽車 或者是福斯商旅他們導入的一個版本 因為我們想要先行測試的關係 所以我們先行購入了這台IDBUS 那它是短軸版本 五座的一個車型 那這次呢 我們一樣是要做昌里城的一個測試 所以呢 我們晚一點就要開這台車去環島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包含了 總編輯都在幫我的輪胎打氣 那出發之後呢 我們在路上也會為大家帶來 詳細的一些介紹 究竟迷人在哪裡 然後它的魅力是什麼 那總編輯也衝的差不多了 我們等一下就出發 這個駕駛桌上跟我們之前試過的ID3、ID4、ID5 其實是相近相仿的 它的儀表的資訊還是一樣小小的 因為其實就是給你看你要的東西 那如果你要操作任何的系統 都是一樣透過中控螢幕來做操作 那中控的系統呢 其實我們應該會發現說 跟現行的浮屍設置是差不多的 包含了停車的功能鍵 空調 然後再來是駕駛的輔助 跟駕駛模式 這些按鈕按下去的時候 中控的系統會直接跳進操作頁面 算是快捷按鍵啦 那另外一個就是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這個大家也都知道 然後裡面的部分算是選單啦 這個有一個是說 它雖然沒有到最新版本 但是在使用上卻是滿熟悉的啦 然後其實你會覺得說還滿方便的 其實ID5有點像福士桑女他們的Transporter系列 所以你在整個駕駛坐姿其實是比較高的 那另外一個是大家可以看到前檔 它其實有一個設計的弧度 然後空間你會覺得說空間表現非常的好 他們接下來也有推了像那種露營版本啦 所以我們其實滿期待接下來 福士桑女正式導入台灣的時候 會做出哪一些變化跟套件來 整個開起來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在電動車上面 動力的輸出並不是一個 我們需要一直去搶掉的東西 因為電動馬達的一個優勢 所以它在輸出的速度上是快的 然後再來呢我覺得比較關鍵的點 是在於說整個駕駛系統 輔助系統 然後像這個Travel Assist 其實在使用上我覺得也算便利 最大的也不算缺點啦 因為這次電動車本來就有一個這樣的狀況 就是它車重真的滿重的 另外一個是我們現在在高速公路上 我覺得隔音的效果也沒有做得特別出色 那或許這個跟我們目前擁有的 並非是正式福士桑女導入的版本 可能也有點關係 或者是說接下來看他們如果導入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一個強化版本 寧靜度更好 然後到時候帶著裙甲出遊的時候 就是不會被外面的聲音吵到 大概是這樣子吧 好那我們繼續我們的行程了 好我們現在在已經到達了台南 我們早上是從新店的央北出發 然後現在到台南 總共經過了297公里的一個路程 然後呢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充電 它剛剛最大的一個充電功率 大概差不多135左右 然後呢剛剛儀表上顯示 它的耗能部分是大概每度電5.6公里 但是呢它因為電池比較大顆 所以其實開到這邊呢 也還有31%的一個電量 所以其實是滿夠的 趁這個充電的時間呢 我們來看一下ID bus的空間表現 這個其實是非常關鍵的一個部分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車尾箱的部分 容積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很大 然後再來是這邊會有一個ID bus的小車的圖案 就是在車尾箱的部分 第二排座椅它可以打倒 然後會打造出一個更寬大的一個空間 大家就知道我們剛剛講說 像Transporter、Multivans 它們有些設計是可以把椅子搬走 這是不太一樣的一個設計 它整體空間來說我個人覺得是非常的實用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後車勾按鈕 是直接按了它就會打開 它手動收回去 然後車尾門是電動尾門 這個其實算是應該有的一個配置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不好意思 大家看到我們這個真實的工作狀態 這個是一刀未撿的真實版本 這個呢其實是剛剛是放在這個位置 那因為我們剛剛在拍攝一些畫面的過程 所以我們請我們的攝影同仁 就很辛苦的在車子裡面挪動 那挪動的時候 它就把這個往後翻 然後就形成一個中央的走道 就可以去在前後座去做穿梭 它在整個空間運用上 就是這麼的出色跟好用 我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電動車有一個很棒的一個優勢 就是在於它的機械結構 相較於傳統油車它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它可以把很多部件空間往外推 所以相較之下呢 我們的空間運用就非常會出色 前面這個座椅呢 基本上是我剛剛駕駛的時候做的位置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已經不是用拳頭束來算 就是一隻手背來算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這個桌板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置物袋 其實都是很好用的一個設計 車門內部這邊 它也有USB插孔 在駕駛座的那邊也有兩個 然後副駕駛座車門也有一個 而且都是Type-C 然後另外一個是後排座椅 其實我覺得也蠻好的 因為後排座椅的椅背其實有多段調整 包含的像這樣子 可以躺的更舒服一點 然後再來是上來 它其實也可以 這個版本它其實也做比較挺 它還有前後滑移的功能 大概可以滑移像這樣子 除了這個之外呢 大家留意一件事情 有沒有發現這個座椅它也是雙色的 然後呢這個也是呼應著外觀 外觀其實也是雙色 iD-Box在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會受到歡迎 其實它有點懷舊的氛圍 它從概念車出現的時候 就已經是經典融會現代的設計 所以讓許多人就覺得說 這台車好可愛 然後你會想到的是T1 T1就是有一個V字型的造型 尤其是雙色的版本 我們就會看得更明顯 但是呢十字今日你如果再用那個V型 然後當年那個T1其實是窄窄小小的 也不太適合 所以設計師改成有點像U字型的一個設計 讓整個外觀看起來非常非常的出色 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不過我要在這邊分享一件事情是 我們拿到了這台iD-Box的短軸版 它的座椅其實算是滿陽春的一個配置 今天早上同事上車的時候大家都還在找 說這個條椅背勒在哪裡 可以跟大家講就是在這邊 它其實都是手動 其實是滿陽春的一個版本 我覺得如果在台灣市場到時候要上市的話 入門的那一台要受訂生產 其實是為了要讓價格漂亮的話 那確實可以進入這樣的一個版本 但想要在市場上獲得一個好評 或者說第一波就能吸引到更多消費者關注的話 那我覺得主力販售的版本 至少駕駛座的部分應該要來個電動座椅 這樣會比較好 經過我們充跑店之後得到的實際能耗為 每度電5.15公里 這樣的數字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好像不是很好 但不要忘了我們第一天跑的行程 主要都是高速公路 那我們之前也提到過高速的運轉下 其實對電動車的耗損其實是比較巨大的 所以這樣的數字其實坦白說 我個人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第二天的行程算是比較充實 或者我們應該說比較豐富一點 因為我們要直接從台南開到花蓮 將近400公里的路程 所以我們一大早就出發 那沿途也經過非常多不同路段 包含了高速包含了山區道路 我覺得有很多地方都很想要 然後將ID bus停下來 好那個其實每次如果經過這個屏東這一段路程 然後我看到路邊都有人在品著咖啡 然後看著海 然後吹著海風 我其實都滿羨慕的 但因為每次其實大部分經過的時候 我們大概都是公出啦 那這一次呢 雖然我們還是一樣在公出 我們今天的行程呢 昨天在台南嘛 那今天從台南出發 我們今天目標晚上是會在花蓮度過 接下來應該是對電動車是比較友善的一個用車環境 所以我們晚一點呢 到花蓮的時候一樣會再進行今天的一個充電 然後到時候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的耗能的表現怎麼樣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花蓮 那剛剛我看一下行車電腦它顯示的資訊是 每度電是6.5公里 其實這有一個優勢是 我們昨天大部分的行程都是高速 那我們今天跑的都是一般道路 或是山區道路 那當然我們也是開B檔 那B檔的時候就是會幫忙做一些回衝的動作 那回衝的動作當然就耗能就會表現更好 然後另外一個我要跟大家講是 我們今天到這邊的時候 大概電池是剩18% 那18%的時候開始衝 它其實很快在20%左右 它就已經衝到180幾 這樣的一個數據 那後面呢 它其實大概40幾% 大概50幾%的時候 它其實已經降下來 還其實沒有到那麼高 整體來說我覺得 我覺得充電時間算中規中矩啦 在整個市場上我覺得算是可以接受的一個狀態 我們今天總共跑的路程呢 是372公里 充保電之後我們運算了一下 答案是 每度電5.56公里 最主要是在南迴 然後再來是一些山區道路的路段 所以我們今天的能耗 當然表現會比昨天更為出色一些 我們第三天的行程呢 就會從花蓮直接回到台北 那到時候呢 我們回到台北就會進行充電 屆時就可以計算出完整 這場IDBus環島的總里程 以及充電量 得出最後的能耗表現 我們回到了比較寒冷的台北 然後我們早上是從花蓮出發 然後我們現在大概中午過後 我們已經到台北 我們今天只開了174公里 但總和的里程式843公里 平均能耗我們算下來 大概是每度電可以跑 5.39公里左右的一個數字 這樣的數字其實坦白說 我覺得不算太差 因為畢竟這台車真的很重 昨天下午大概就是 濱海山區道路 就是一般道路 然後今天就比較有蜿蜒的道路 那這蜿蜒的道路 我們個人覺得 並不會覺得不好 但如果你今天是用 比較順暢的一個方式在行駛 其實我覺得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整體來說我覺得重心低 然後在整體前後的 Balance的狀態做的還蠻好的 我相信接下來福斯商旅 他們應該也會推出 California 就是露營系列啊什麼的 因為在夏天我相信 電動車露營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我們也更加期待 接下來正式導入的時候 究竟台灣福斯商旅 會在整個IDBus的設定上 會做出哪些的調整 到哪些調整